站在巴黎容军院广场的法国总统欧兰德 在庄严乐声中表情严肃 巴黎连环恐攻两周后 法国政府隆重举行仪式 悼灭130名罹难者 除了国内外政要 还包括参与救援的法国特警 和医护人员共2000人通通出席 但是在正式向伊斯兰国宣战的同时 法国的挑战已经近在眼前 即将在巴黎登场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200名外国政要 加上万名环保人士齐聚花都 恐慌后如何确保所有活动安全 确实耗费心思 除了提前一天开始分时段封路 管制交通外 就怕市中心出状况 官方建议民众没事在家最好 但是市民决定放下恐攻阴霾 巴黎街头驻位军警随处可见 峰会期间官方更会出动 1.5万名以上的军警协助为安 法国政府今天更直接软禁 24名可疑的激进分子 也让国际大会之前 巴黎气氛依旧紧绷 记者综合报道